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苏婆世界修行 建议大家看冷眼睛 修行指南 冷眼睛里面刺地讲得很清晰 所以我推荐你可以看浏览 佛讲得比我好 人家讲得可透透了 所以我建议你看佛说的 马上就有 正在录 你要想帮他的话 就是如果你做善行回向他 因为病人已经没有能力去做什么了 或者是什么 让他改息气可能一些不大 所以你回向让他念佛号 他不愿意念你念回向给他 就是你愿意念你相信佛菩萨的力量 把这个念的功德回向给他的身体 或者是他能够走得越来越好 或者回向给他的健康 回向 有爱来回向 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如果 他要不愿意念的话 这个就很难办了 就是 你是帮 你就说他不愿意念 就是你提醒他中医境界也不念 你就为他放生做一些善行回向吧 就是 有时候真的无能为力 你要相信 不是我们 我们所爱的人 你就能帮到他 首先你这一点不要有负救 我一定要想 我们的亲人遇到问题了 我一定想帮的 我一定要帮的 佛来了也没办法 有时候真帮不到 我们生生世世就这样 生理死别帮 你要保重好自己 有一天你成道了 你能解脱 你可以帮到 生生世世的父母 知道吗 不是这一世了 这一世你能帮到 你只能 他不愿意念的 你念 你觉得出这个力量呢 你就借助这个力量 你去念回向给他 然后你去做善行 放生啊 做些力所能及的吧 善行吧 去回向给你的父亲 或者去 如果他走了 去做超度吧 他走了 你帮忙他做超度 最起码能希望他往生散到嘛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什么都 万一通过内应起作用的 他自己不努力 你没用的 你去做 回向 回向给他 就是我做 我是因为我爸爸的身体 我想 希望他好 希望 把这种希望 回向就是个愿望嘛 真切的希望 我的爸爸健康快乐 希望他能往生的好 走的好 就是不断的往这样想 会起作用 让他舒服 就是吃好 吃好 随他的心愿嘛 吃好 然后他要想去医院 送他医院 他想在家 在家 然后给他 他想吃啥给他吃啥 你能做什么呢 然后他 就是孝顺呗 随他的心愿 满足他的愿 就是只能这样了 没有其他 然后去 你在医院 也不是你说了算 医生说了算的 你就听医生的呗 他信医生的 他信西医的 找西医 他信中医找中医呗 就买他的愿 他就快乐 就是这样 也许你觉得 那是不对的 看病现在不行 我这儿不看病 暂时没有 没有 我也没争没药 现在都没有 就是 因为 以前看 现在不行 以后吧 以后可能 以后 到时候再 这最后一件 嗯 败事吧 那你说一句 嗯 你去了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 请穷呢 你就空了 你是这样的意思吧 你还没去恶轨道呢 你去轨道看看 可穷了 哈哈 我在这种 经济方面 各种不好 你想着赚钱的事了吗 经济方面 你全力以赴去赚钱了吗 你拿出时间精力去赚钱了吗 你啥也没干 怎么会有钱呢 你拿出时间去修行了 去旅游了 啊 你不是吗 你今天晚上去那卖苹果 你不要坐在这儿清乏 肯定今天晚上就能赚钱 你就在门口卖苹果都行 对吧 是啊 我们没有拿出时间去做生意 去赚钱这回事 你拿出时间修行了 你拿出时间打坐了 你在学佛吗 是吧 我们宁愿坐在这儿 拿出三个小时 跟这个老师 听这个老师说话 你说能解决问题 但是 你现在真的 全力以赴去赚钱了吗 是吧 当然解决了 为什么我们不去 全力以赴 是我们心结打不开 我们觉得不想 觉得那个钱带给 也不能带给我们快乐 所以我们必须打开心机 是吧 找到方向 是啊 没钱啥也干不成啊 如果你现在很紧张 那么去拿出一段时间去赚钱好了 如果你怕钱你就去赚好了 是吧 你觉得那你就有钱再说 是吧 你你先去工作 或者去找一份工作 我一直在挣掉工作 一刻半年了 然后之前 没挣到钱 嗯 那就回中国来工作 今天不是那么 是吧 做个庙 然后你还不知道怎么赚钱 公司做庙跟你赚钱有关系吗 做个庙 做个庙 然后去做 就是赚钱啊 啊 就借个庙是吧 公司地产 你就觉得 在里边 就又能修行 又能赚钱是吧 然后 我觉得不做吧 嗯 不要做 嗯 不要做 你有很多赚钱的方法 不是在这儿赚钱 嗯 你自己决定 但是我觉得 你刚才说的这个项目 你在这个里边 赚也不对 不赚也不对 所以你不要赚 也不要做 我觉得我感觉啊 我没有没有算 也没有说 但是你说的时候 我感觉你不要做 也不一定能赚到钱 能不参与就不参与 哦 反正我是这样说的 决定你拿 你就回去觉得我想参与 哎 有些 有些事情夜报太重了 算了吧 就是 佛说要正业嘛 正命正业嘛 就是 有些 有些钱赚了 你很快就花出去 而且还出事 所以 所以这种钱不赚也罢 知道吧 嗯 而且是你公司在做 凭你的聪明 赚钱不是个问题 能力个聪明 你现在又年轻 只不过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你总不能想一个生意 就赚个博买瓢买的 后辈子 后半辈子够用了吧 你慢慢赚个半年一年够用的 修修型 玩玩的 再赚一下下 是吧 慢慢来 你在公司打工 公司没给你钱 是吧 那怎么 我不知道你怎么盘算的 但是刚才你那个项目 其他的我不说 你自己会很聪明 你知道的 刚才那个项目 建议你不要参与 对 让他们挣吧 对 让他们赚钱去 对 让他们赚钱去 哎呀 这个问题大家都想问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我也想问你 我去哪儿赚钱 你先不要想钱 先想你能做什么工作 你要完成的工作 你就能赚钱 去 我去先不再半年 就是为了变了一个项目 然后但是项目 项目不咋的 你再选择一个呢 你就就那一棵树吗 那中国那么多公司 那么多打工 你可以接着可以打工都可以啊 为啥非要做这个呢 然后其他的找个工作 先把生存解决了 然后慢慢慢慢 再自己做点生意 怎么都可以啊 不急 先解决生存问题啊 先不要老小子 且的问题想 你能做什么 知道吧 你众生需要你 你能做什么 你盯着缺钱缺钱 是吧 看到自己的能力 哪怕你能扫地 你去扫地啊 是吧 扫完地 还位工人 他给你发工资的哦 你就钱来了嘛 你不要盯钱 盯你能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是 你想出方向了 你必须想你能做什么 而钱跟着你的能力过来 知道吧 你要盯住钱 钱 你只能在银行呢 知道吧 在那个库 是吧 钱跟你结不少关系 钱的中介的 当然中介是你的能力给付出 钱在这儿 你在这儿 中介就是付出个能力 你这一块 你要想这一块 这一块是你能做的 那块你够不到 知道吧 你这别做了 那个东西肯定过你这儿 知道吧 你能做什么 你准备做什么 你先不要想什么东西 能赚钱 能赚钱 不能赚 有时候先做点赚小钱的 不能赚钱的 然后赚大钱的事就来了 在自己最拮据的时候 最迫切需要赚钱的时候 先做点不赚的 或者是 或者我跟他一起赚 我赚不了他能赚 知道吧 让他先赚 他要是很多钱的时候 没赚就留到我这儿了 是吧 他要不是几个亿 他看我这么拮据 他能不帮我一下吗 也许我的投资啊 种葡萄就有了投资了 是吧 有时候不是间接 他是间接的 因为你当时你有能力 比如说 你现在找个投资项目 你找不到 而且正好你有这个能力 他需要你帮助 但是他在赚不到钱 他能赚好大一笔钱 帮他没关系 我是举例啊 就算他是个小 他说说你赚了钱了 把你就一脚踹了 忘了 没关系 你知道他要是真的很富有的时候 没有人会真的太忘了富有 因为他要有几个亿的时候 他拿出一千万 可能你就 就像你现在拿一块钱 不实给那个是吧 他就他举举手你就帮到你了 然后你再拿着他的钱 你可以为他借或者是 然后你去做葡萄 你就有了投资之间 甚至给他的股份 你就开始开 就人脉就拉开了 虽然可能这个人 你觉得不配他 他可能不再不照顾你 但是还是有交情的嘛 他也会照顾你的 就是你帮了他 没有人不没有说那么无情的 你帮了他他把你干掉 除非你倒了他财落了 或者什么 一般的都会有点交情 所以先 而且正好你也有时间 你也有这个能力 那就先帮他转 你身边的亲人全成了富翁 你能不富 你坐在家里 你就等着吃吧 是吧 全是富翁 你身边你哥一万富翁 你姐一万富翁 你爸一万富翁 你妈一万富翁 你朋友全是一万富翁 是吧 你觉得你投资中二十万的东西 你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是吧 而且甚至失败了 你也没有压力 身边的大家都结局 是吧 你先帮他们赚也是可以 这是其次 先赚小钱 就是说 哎呀我的目标是找个工作 我两万块钱一个月工资三万 但是来了个两千块的做不做 如果我现在兜里一分钱的做 做啊 为啥不做啊 是吧 你去做 因为两千块的工作肯定 你时间卡的 如果要你两万块那个老板 他能炸你三万块钱的能量 从你身上 他要叫你晚天晚上拼命转 你高工资嘛 你的去除差 你的去开会 你的去谈判 你的 你连轴转 知道吧 你的时间什么 完全掌控不到你手里了 两千块 上半天白吧 两千块下半天你还能玩 是吧 可能他给你的钱少 他不会从你那要求什么 因为这个工资他随手就付了 等等 所以金钱的 你从别人拿的钱多 你的付出多 是吧 所以这个就看你的时间精力了 你还要拿出时间休息或者解脱 你哪有时间 生命就这么长时间了 是吧 哪有时间去做 所以这就看你 不要盯着钱盯着能力盯着你的付出 钱就会来 财运就会来 就会熟 改变习气欲望就改了命运 不要改风水 你改个习气 比你改风水 比找个风水是好得多 就是比如说你强烈的妒忌心 那么就从妒忌入手 强烈的称赫就从称赫入手 你的风水跟着马上就转了 然后本来你是熟了上一世的恶报 马上收成烧烧似的散报 就然后抵消了 身边的身边然后突然出现很多贵人相助你 然后你说找工作休息一出去 好多人来我这吧来我这 就把你拿走了 然后说我出的高他还竞争呢 是吧 是吗 嗯 你看你的前面说我很自私的没人帮我 那把自私改了 改了 你改不了就没钱知道吧 为了钱要改 为了钱咱改改 怎么改自私呢 坐在这儿 到身边的每个人到你这儿的时候 先考虑他的角色 先考虑他的难处 明白不 把自己的难个角色放一放 这就是无私 明白吧 你也苦你也难你也没钱 但还在帮助他 这就叫无私 不是你承了父母在帮别人 不是你承了佛在帮别人 是你也很痛苦的时候 你还在帮助他 你也很难的时候还在帮他 知道吧 这就叫无私 这种 这种无私别人会记恩的 你要带着习气去 带着欲望霸忍 别人记不住你那个 别人甚至都觉得你有目的 是吧 欢迎你的 你如果真的内心对他无所求 举手之劳 甚至你是举手之劳 把这个人记你一辈子 知道吧 很少有无私的帮助别人 就是有些 除非你是 真的是举手之劳 无所谓了 就像思索 那个街上的乞丐 一万块钱 不指望 不指望那个乞丐进来 最好别记着 你还怕他记住你 是吧 因为你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但是在这个世界 如果你是尽心尽力了 你把你最美好的 最喜欢的东西布施出去了 或者 你肯定求回报 就是我们自私就是这样的 你不会无私的做任何事的 那无私的先做一件吧 你的善报会熟的 你要问我 我就建议你 去无私的帮助别人一次 两次哪怕 你的善报就 你的就来了 既然知道自己是自私的 那么就去做啊 如果你说全世界都自私的 你身边那个朋友圈 他们就是自私的 从你做起 知道吧 也许他们是无情的 他们不再在乎你 但是他们会回报你的 你放心 如果你是无私的 他们回报 如果你带着习气欲望 你的善行是利用别人 你放心 他不会回报你的 是吧 所以好心一般没好报 因为你的好心灵差杂志 欲望很重 习气很重 没有 你一点是亲 没有 我觉得你挺好 挺干净的一个人 甚至你知道自己自私 对吧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他们说你的时候 你就改呗 就说我也想改啊 你说我哪块自私了 你指出来 他说你看昨天 昨天我让你做啥了 你就只想着你知道 你说我是一脑子 这不是自私 我后天 你一看见我自私 你就提醒我啊 你自己察觉不到 因为你单纯 他一说你自私 你就哪儿自私了 你觉得我怎么做 是无私的 他说你怎么做 你赶紧改了 就照着他的说 然后那个人就觉得 他是自私的 那是修正方法啊 看见家里着火 赶紧照救护车啊 不能说没看见 是修行的时候这样啊 上班的时候不能这样啊 有没有 关你觉什么事 知道吧 我觉得有念头了 听住啊 你比如说我和烦 我觉得烦的时候 你又进了绝了 你那个烦肯定不见了 你主要有个在脑子的事嘛 你绝的时候 说那个烦就不在了嘛 你绝的时候 所见到 因为你不想那个事了嘛 你绝 我觉得我那个 其实你已经那个绝 占了你的位置了 是吧 所以那个事就没了嘛 你总会有一个事 这就叫那位师傅说 我不想我妈 就想我姐 不想我姐 他会他主要有个 在脑子的人士嘛 是吧 他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那本觉 你说想绝了 想 那个绝也是你想出来的 你想绝了 就不想那个了嘛 说是一绝 那个事情就没了 不用再加上 要破破那个事情嘛 这是个方法 这是个方法 不是说让你去 起个绝 再起个所绝 是吧 绝是说 你现在烦恼了 你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 然后随着那个问题 不断的乱想 比如说 其他问题想很多 然后停下来 这就叫绝 这就叫绝道了 停下来 这就是怎么做 绝于本觉空 绝于所绝空 怎么做 不是说去怎么思维 停下来 就是爱住在本觉 不要想了 不想了 这就是这样 在下来 这就是这就会 我不想做 的 那就是 它是 那就是 这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